但是因为之前的同学可能刚好有问到 比如说他可能前后三名工资总和 他的一个模拟情境是说 将来他会把那个... 等下我把那个档再开一下 这个就是同学问的问题 他是希望把这个 前后三名 是把它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把它放到最后面 然后这个结果把它剪下来 放在这里 那他是希望把程式写在这个工作表 然后再到这边去做一些事情 最后结果就放在这边就对了 所以这个等于是两个不同 一个是资料的来源 一个是最后你要输出结果的地方 那大家工作里面通常是不同工作表 这个当然是可以理解 可是问题要怎么做 前面网友跟各位讲过 就是其实这个地方 你就必须要再多学一个东西 多学一个物件 物件名称就叫SHEETS SHEETS 然后你只要给他名称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刚刚的程式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到你现在 如果现在执行的话 不然应该会挂掉 执行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储存格 你会发现 因为我没告诉他在这里 所以这个储存格会存取的是哪里呢 储存格应该是B B里面有什么东西 没东西 所以如果现在执行应该是整个就坏掉了 为什么?因为他根本这里面 他说你的Range B2到B10完全是空的 那空的你叫我找最大 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一个叙述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让他知道说 我这个储存格是在这个工作表 所以我必须在这个前面再加一个叙述 我把它结束掉 这边的话 就是要多加一个SHEETS SHEETS 跟他讲说 SHEETS加S 哪一个SHEETS呢? 刮符 里面的话你可以输入2 后面加个点 你可以写成这样子 SHEETS2的 SHEETS2指的是第二个工作表的 它的B栏 B栏里面就是这个 就是在这里 或者是说你也可以另外一种写法 就是你不要第几个 因为如果你位置会变动的话 另外一个写法 就是你用字串文字写一个VBA 这个名称叫VBA 写这样也可以两个方法 当然 比较保险的方法应该是这个方法 不然的话你那个位置调动 就会坏掉了 接下来的话还要去检查什么 还没有其他地方 是在这个VBA的工作表 好像蛮多的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把SHEETS VBA点 复制一下 然后你就是把它给哪里 给Range Range这个应该也是在前工作表的 然后这个也要加一下 有没有 然后这个也要加 有没有 所以都在前面 然后这个也要 这个也是前面的 OK 可能不需要加的部分的话 就是最后输出 到哪里 A2 所以A2 因为A2是在自己加里面 因为我们将来 你可能要看你执行的位置 按钮如果在这里的话 那就表示以这个工作表为主 你这个工作表就可以不要加 但是你要加也可以 只是说有点多余 就像说我们现在在哪里 在贵阳街 那你说我在台北市的贵阳街 就贵阳街就好了 我现在知道你在台北市 你等于是多加的 可不可以加的也没有关系 只是说人家就觉得你很烦 对不对 就是多余而已 OK 好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执行 这个执行应该OK 其他应该不用改了 执行 就OK了 关键的地方 应该可以懂我的叙述吧 就是哪一个工作表 所以这个意思是说 假设你有很大量的RAW DATA 假设是放在刚刚这一讲的 SHIP 1跟SHIP 2 然后你其实是把后事放在桌面 然后你去 对 你可以自己去抓 因为跨工作 如果说你是大量工作表 你可以去折一抓完刷 去折二 去折二抓去折三 比如说你有100个工作表 要合并成一个 那你就把第一个先抓 第一个工作表的东西抓到最后面去 然后再抓第二个 再抓第三个 一直往下一直往下抓 所以其实合并工作表 好 如果你懂这个概念 再跑个回圈 城市大概没有几行 就合并完成了 真的 比现在学 现在起来也就没几行的城市 而且这样比较不会动 学好回圈 跟学好逻辑 有没有 再来就是再增加物件 你就慢慢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 稍微改一下而已 大概这样 语法你熟悉之后 你将来要做其他的变化 我想就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 刚刚有同友问到 那最后的话 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大概就是把这个数学函数部分 这几题讲 那下一次上科学举就是 再讲抗的相关函数 包含就是说像什么黑名单筛选 假设我今天有一个黑名单 我希望知道说 比如老板给我一个查询名单 我希望这个查询名单里面 有多少个是在这个黑名单里面出现的 比如说像现在那个疫调 我想要知道说 哪一些是不是曾经在黑名单里面出现 我就可以把它抓出来 比如他出境之前我就比对一下 他不能落跑 不然的话这很麻烦 这个地方要怎么比对 那怎么两个范围的比对 所以将来你们要比对资料的时候 有没有 其实用这一招都OK的 很简单 马上可以把两个范围之内 有没有重复资料 或者是不同的资料抓出来 而不是用人工来比对 人工来比对是很笨的方法 有没有什么快的方法 尽量程式越短越好 然后简单的方法 这个我想下一次来看 另外的话还有就是像乐透彩的中奖几率统计 那这个延伸出去我们会有一个就是大乐透的历史资料下载 我常之前跟各位讲过 这边有个连结 总共会有一到五十页 第一页到五十页 所以这些全部资料呢 如果我全部都要一次全部抓下来的话 当然以前也是图法链 可是我不要图法链 我像一键按下去 啪啪啪自动全部帮我抓回来了 而且自动帮我把资料都整理好的话 那要该怎么做 我想下礼拜我们再来看这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回去的话当然也是尽量多花一点时间练习 因为像这些东西都有前后互相有关联性的 所以如果你假如前面的基础打好的话 你后面我觉得学墙应该会越来越顺畅 因为都会有关联性 今天的话就先到这里 回去一样我会把影片再传上去